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靠着微薄的收入不离不弃照顾儿子27歳 诠释了人间最真挚的母爱 眼前这位脸庞俊俏的帅小伙 就是林国华的儿子孔金峰 27岁了却依然不能说话 林国华告诉我们 他生有两女一男 孔金峰是老大 可他一出生就被诊断为脑瘫 人家总办是自己生下来的小孩子 拿给他翻去 这可年吧 是吧 由于家庭非常贫困 没有钱给儿子治病 林国华想 儿子的病也许只是暂时的 以后可能会好起来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 金峰的病非但没有好转 智力也停滞不前 还经常大小便失禁 从那以后 林国华每天就边看店 边照顾儿子 他这么多年就是 就是比任何一个女人都坚强 他无恙无悔 自己把这些事情 全部淡淡起来了 可乌落偏逢连夜雨 林国华的大女儿 因为家庭的原因 心情压抑 在2013年 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每天都要靠药物 才能入睡 上个月 林国华的丈夫 又因为高血压 导致主动脉撕裂 现在还在医院住院 她是这样的 就是我小孩 还好点 说老公在外面 搞点饭子 一起跟别人打工 一起都过去 老公这下搞笑 就得好 压力太大了 看着这一家子的遭遇 亲戚朋友 都伸出援助之手 但依然没有凑够 为林国华丈夫 治病的医疗费 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您 能够伸出援手 帮他们渡过难关 7月下旬 在南昌鸿骨滩 发生的电梯 连环持刀抢劫案 南昌市公安局 鸿骨滩公安分局 立即组织精干警力 成立专案组 开展专案侦查 日前此案告破 这个嫌疑人呢 他有吸毒 以前也是我们处理过的 通过遁守 巴拉民警 在一家宾馆前台 找到了这名犯罪嫌疑人 但是在实施抓捕的过程中 犯罪嫌疑人的情绪 非常不稳定 一直就是吸了毒吧 吸了毒 就是 他的底毒情绪特别大 然后就开始拿刀乱画 然后其实我们画长 就中了三刀 对他画到了三刀 然后最后我们 把他的刀夺下来了 据了解 犯罪嫌疑人叫陈涛 今年26岁 新建线人 当记者问起 为什么要抢劫时 他的回答让人意外 感觉自己时间不多 怎么会觉得自己时间不多 因为一个人突然 抱手 还有什么那个 自己左边腹不好 好痛 你去医院看过不了 看过 什么病了 我本来以前就有肝 肝肝肝一肝 在采访过程中 陈涛一再辩解说 自己有病 需要前治病 所以去抢劫 在此 民警也想通过这个案子 提醒广大市民 希望广大女性 最好能够在 十点钟之前 能够回家 或者说 你进小区的时候 看目测后面 到底有没有人 或者叫保安 对此案中 帮助陈涛藏匿的四人 也一并被警方抓获 并进行了刑事拘留 昨天下午 在219县道新渝境内 发生了一起 货车测翻事故 消防队员及时赶到 将司机解救出来 下午4点40分左右 新渝市消防支队 接到报警 在219县道欧里 往双民方向处 有一货车测翻 并有人员被困 接到报警后 消防队员立即赶赴现场 但由于路程较远 大型吊车 不能在第一时间赶到 加上事故车辆的 游路系统 已经在开始泄漏 很容易造成爆炸的发生 现场指挥员 一方面让赶来的医生 对被困人员 进行现场输养输液 另一方面 让消防队员展开救援 时间就是生命 消防队员利用 液压扩张工具组 以及无尺具等救援装备 对驾驶室进行破拆 脚的铁锹啊 这里脚空 哪里 哪里 铁锅架哪里 经过74分钟的分离拼救 被困人员成功被救出 并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根据最新情况 被困者脱离了危险 8月7号的凌晨 江西武宁的一名精神病患者 悟上高速 在高速交警的及时救助之下 最终与家人团圆 8月7号凌晨零时许 位于杭瑞高速公路 干恶界收费站的交警 执勤港厅 突然进来一位男子 一进门就向正在执勤的交警提要求 对我们民警说 你给我点钱 我要去一个好的地方 做点好的事情 让你钱用 交警与这名男子进行交谈后 发现他语无伦次疑似精神病发病的迹象 于是交警一边安抚 一边耐心询问 了解到这名男子姓张 是江西武宁人 随后 交警通过张某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民警 联系上他的家人 根据张某的家人介绍 张某以前是个大货车司机 后来因为交通事故 导致脑部受伤 治疗后留下了间歇性的精神病 这次走失了五天 走丢了之后 家人也一直在找他 没有想到 他上了两百公里之外的 高阻公路 在得知了他的消息后 家人连夜赶到干恶界收费站 将他接回 眼下正值暑假 记者观察发现 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不再像以往那样 单纯的补习各种文化课 跆拳道游泳等运动项目 成为不少人假期的首选 尤其是近几年兴起的跆拳道 在南昌十分跑火 晚上七点 接着在南昌市广南学校的道馆看到 五十多个孩子正在教练的指导下 认真练习跆拳道 挥拳 踢腿 一招于是架势十足 正在表演腾空侧踢的叫任志成 开学后读出三 现在是道馆的明星学员 四年前因为兴趣接触到跆拳道 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当然也辛苦 但是自己喜欢嘛 也不太喜欢 四年来 任志成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好 而精神意志上的变化 家长更是看在眼里 做什么事情呢 他比较独立性嘛 不需要家长去搞 他自己被那个 自己被安排 和这些大孩子相比 四五岁的小学员 虽然动作难度没有那么大 但练起拳来也是有模有样 稚气的脸上写满坚硬 你不喜欢跆拳道啊 喜欢 所以喜欢练哪个动作呀 跆拳道馆的教练李建兴介绍 近两年 学习跆拳道的学生越来越多 练习跆拳道不光可以强身健体 对于孩子的胆量和意志锻炼 更是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最主要是锻炼孩子的意志 提高他的品质吧 从身心和身体素质全面发展 好 更多新资讯 我们来看一组夜行宿地 颇阳县于2014年1月份 从北京麋鹿院 引进三公七亩十只麋鹿以来 已有五只磁鹿相继怀孕缠载 目前麋鹿院麋鹿已增至十五只 给颇阳湖师弟增添了一个新的看点 麋鹿角四鹿飞鹿脸四马飞马 蹄刺牛飞牛 尾刺驴飞驴 被俗称为四不相 是国家一级保护道 会唱歌的狗您见过吗 在九江市区一家名为 陈超超市的店里 就有一只这样的小狗 小狗名叫圣丽 是只笔熊犬今年五岁 仰头而出的歌声加上萌萌的表情 经常把人逗得哈哈大笑 给大家带来了乐趣 许多来店里买东西的人都会上前逗逗他 时间久了 胜利还会看人手势指挥来控制云量 八月十号下午六点左右 贡京城市南湖大桥湖面上空 经现一座巨型彩虹桥 景象微微壮观 一道色彩斑斓的彩虹从云层中穿出 犹如一道彩虹桥横跨在湖面上空 随着云层的缓缓流动 彩虹桥若隐若现 宛如一座直通仙境的天桥 昨天下午 九江天空开始逐渐放晴 记者在庐山著名景点圆佛殿 向九江方向眺望 只见雨后八里湖闭波荡漾 城市建筑如奇幻的海市蜃楼 八里湖胜利碑如巨人耸利 河道弯弯道路绵长湖面宽阔 无边光景一时新 真可谓巡洋酒派风 分明是画图 如此天资美景 引得游人纷纷驻足欣赏 拍照留念 近日在重庆福林北拱火车货运站附近 发生一起两辆小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福林未孝的一名15岁学生 为让伤者减轻痛苦 双腿跪在公交车厢 让伤者躺在他的腿上 长达30多分钟 一直坚持到120急救车赶到 11号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四届阿肯阿伊特斯大会上 来自新疆各地的44位阿肯 组成九支代表队 用民族特有的艺术形式 歌唱生活 比拼智慧 角逐高低 阿肯阿伊特斯是哈萨克民族的艺术规宝 俗称阿肯谈唱 意欲诗人的对唱 阿肯谈唱已经列入首批国家级 分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日几名工人在宁夏中卫北山挖掘铁矿石时 意外发现肉石 这些石头硬度高色泽温润细腻 石油沉积岩 硅质岩 变质岩 在地质运动中与其他矿物融触色化而成的天然石种 属象形石类 地质专家称 肉石地质年代为侏罗记 距今一亿多年 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如今很多人都喜欢极限运动 但是相信不少人都遇到过麻烦 只不在美国洛杉矶 一名67岁的滑翔伞爱好者 因为在空中滑翔时飞略过一座监狱而遭到拘留 这名67岁的滑翔伞爱好者 当天背着滑翔伞正在享受遨游天际的快感 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 在他降落后却遭到了拘留 原因是他不慎飞略过了一所监狱 这一异常状况 立刻引起监狱工作人员的注意 随即一架直升机便紧跟其后 并对这位滑翔伞爱好者进行了警告 让其立即停止滑翔 然而 这位滑翔伞爱好者并未对警告做出任何反应 而是继续滑翔 并最终降落 就在他刚刚着陆后 警方的直升机也降落在不远处 警方随即将其逮捕 这名滑翔伞爱好者事后表示 滑翔时由于身后的发动机声音太大 他并未听到警方发出了警告 使风将他无意间带到了监狱附近 这名滑翔伞爱好者在短暂拘留后便被释放 当地时间8月11号 空中飞人尼克瓦伦达在美国威斯康星州 对一段近500米长的高空钢丝发起了挑战 当天尼克瓦伦达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 在威斯康星州西埃利斯市上空的一条 475米长的钢丝上一步步向前进 据悉钢丝距离地面的高度大概有10层楼高 挑战过程中尼克每一步都走得很稳 33分钟后他顺利抵达终点 完成了令人心惊胆战的挑战 尼克瓦伦达是非人瓦伦达家族第七代船人 目前他保持着多项高空走钢丝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后来看天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感谢您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